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边就有一个句子 其实就是从这个句子里改的 你问我何时归故里 就是我也不知道 最后我说大约是在东西 其实就是从这个格式上来的 你问我何时是归期 我说我还不知道 君问归期 未有期 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那你会发现一上来这首诗歌 感觉像是在跟一个人对话 对不对 这个君就是你嘛 你问我什么时候回去 我现在还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 那我们就知道 这个诗人跟他写信的那个对象 两个人之间是什么关系 相互思念 是不是一种相互思念的关系 你想如果我写信的那个人 不思念我 会不会写信来问我什么时候回 如果我不想他 我会不会告诉他 在这个下了雨的夜晚写信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 我也是很无奈的 对吧 未有期 所以这里面很明显 两个人是相互思念的 所以一般我们认为呢 因为记彼这首诗是李商颖写给自己的爱人 写给他的妻子的 巴山夜雨掌秋迟 他说此时此刻我正在巴山 那我们知道这个巴山土水七凉地 对吧 这是当年唐朝的另一位诗人 刘雨昕所写的这个诗歌 巴蜀之地呢 在今天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地方了 四川天府之国 但是在唐朝的时候 并没有完全的开发 所以在这里是比较凄凉的 在这个凄凉的巴山 在这个凄凉的夜晚 又下了一场凄凉的雨 对吧 你看这三个全部都传递出一种凄凉之感 这是为什么我说前面一定是相互思念的 如果我不思念妻子 我根本不想回家 你问我什么时候会说 我说不知道 然后我会不会去写巴山夜雨掌秋迟 绝对不会的 我写我在外边玩的嗨呢 对不对 我就不会去写一个凄凉的场景 所以这个凄凉的场景进一步证明 我回不去这件事情其实是让我也非常难过的 巴山夜雨掌秋迟 那这个巴山夜雨掌秋迟实际上也被一首歌给模仿和借鉴了 这首歌我估计可能同学听过 周杰伦的一首歌 名字叫七里香 在七里香的歌词当中有一句 说雨下整夜 我对你的思念就像雨水 厚厚的一叠 就慢慢的慢慢的思念也长起来 你看这个是不是其实就是巴山夜雨掌秋迟 所以你要知道李商隐的这首诗歌当中 他把思念比作了什么 比作了秋天的这场雨 雨一滴一滴打下来 就像我对你的思念越来越深越来越厚 整个池塘都已经成不下了 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巴山夜雨掌秋迟 那后面这个句子呢 其实是对未来的一个期许 前面的这个句子呢 是对现实的一种表述 后面是对未来的期许 怎么期许未来呢 何当共减西窗竹 雀化巴山夜雨 何当就是什么时候才能 我们一起去共减西窗竹 这个共就是一起啊 减西窗竹 这里就有个问题 为什么要减竹 这是古代人的一个生活的习惯 就是因为古代人呢 不像咱们今天到了晚上 看不见了就开灯 古代人不是这样 古代人往往是点竹 所以我们经常叫叫 丙竹夜游 丙竹夜谈 那这个蜡烛 如果烧的时间比较长的时候 你要剪那个竹心 让它更加能够完整的去燃烧 所以这个叫剪竹 所以这里的剪竹 真正要表达的 不是说咱俩什么时候剪蜡烛去 它的意思是什么 咱们什么时候能够在一起彻夜长谈 也就是说我们俩人 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的见面呀 我们两个人的感情太好了 到时候我们一定要去谈一谈 我们的这种相互思念之情 对吧 要去诉说自己的忠常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在一起互诉忠常呢 就这样一个意思 只不过它是用了共简西窗竹 这样一个方式去表达的互诉忠常 那在互诉忠常的时候 我们要聊聊什么 我们来聊聊今天晚上在巴山的这场雨 当然巴山晚上的这场雨有什么好聊的 雨没什么好聊的 我们前面讲的这场雨代表的是什么 代表的是我对你的思念之情 对不对 雨下整夜 我的思念 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 是不是 这不是这个歌词里面的内容吗 所以他就是说 我们到时候聊聊今天晚上这场雨 聊聊在这场雨的时候 你在想着我 我也在想着你 所以你看 这首诗歌其实是一首非常非常甜美的 传递思念传递爱情的诗 叫业余纪北 但我也相信呢 这首诗歌也是诗人李商尹 给他的妻子寄过去这封信 用这封信来安慰他的妻子 也安慰自己 这两个人无法见面 古代的人不像咱们今天这么幸福 你说今天哪怕两个人是异地 我可以每天跟你打视频 每天跟你打电话 每天跟你发信息 古代不是的 古代一封信过去都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说得到 如果赶上这个路上有什么战乱 有什么不平凡的事 可能信都收不到 所以收到阴信是很不容易的 那两个人远在天涯 怎么去相互慰藉 靠的就是这里面的这个忠贞的情感 说你知道我在想你 这件事情就足以安慰我们的这个彼此思念的心了 所以说你问我什么时候回去呢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在外边还有很多的安排公事 因为古代人这个礼商也都是游换 对吧 就是出去做官的身不由己 但是今天晚上下了一场很大很大的雨 我对你的思念也像这个雨一样 越来越高越来越多 我在想我们终究会有见面的那一天 所以一定要坚定 一定要乐观 对不对 等到我们见面的时候 我们来好好的聊一聊 今天我们晚上的这一场思念 以及这外面的巴山野雨 这就是这一首这个业语济北 这写的非常的精烈 但是背后呢 又是一个义无穷的感觉 让人回味不已 好 那这首小诗业语济北 我们也就讲到这里 好 好 感谢观看